男欢女爱归房情趣 是普罗大众追求的愉悦 不过在美国却有一男一女 他们随时随地都处在 所谓的信心奔状态 一天可能多达100次以上 而且他们不分场合无时无刻 这个信念头会铺天盖地而来 这几乎摧毁了他们的生活 他们到底怎么 草地踏青抛直飞盘 在寻常不过的户外运动 但就在这时候 好端端的人突然无法挺直腰杆 只见这名男子四肢蜷缩 跪倒在地 但他的理由很诡异 我已经有九个很强烈的 奥格式的感觉 沾到我的身体 现在感觉每个肌肉 从这里到这里 普罗大众追求的愉悦 竟然让他苦不堪言 原来37岁的戴尔戴克 在2012年某一天 从椅子跌落地面 带尔的告白正看全美医学界 只是众人追求的身体关于 带尔根本无法愣在其中 不分场合没有预兆 欲望会像洪水般吸来 带尔生活完全变得掉 他不能正常外出工作 家里的重担全落在妻子身上 我常常有谈论 对事情 不应该有谈论 我们已经在迷惑了 现在我们已经在迷惑了 他不能工作 带尔的带尔 所以我感觉到这些疾病 生活 归房情趣变得毫无乐趣 但而一度认为自己被恶魔附身 要不然怎会有如此可怕的预念 这一天她鼓起勇气 找上专家咨询想要照出档案 在我的生命中的每一部分 在关于性质的问题 人们会很... 问诊的过程中戴尔又发作了 但她终于了解 自己罹患的是罕见疾病 持续性兴奋症候群 过去只出现在女性身上 但而是世上第一位公开承认 染上死病的男性 另一位苦主是她 24岁的阿曼达 她无时无刻随时随地处在兴奋状态 阿曼达六岁开始就罹患这个怪病 每天性兴奋不下50次 有时一小时多达五六次 几乎把她逼到崩溃边缘 这让我感到疲惫 知道她会想要杀自己 因为这个 苦不堪言 一度想要放弃自己 因为只要稍微感受到一点震动 像是搭车途中的引擎抖动 阿曼达的身体就会突然爆发 所以车途中的感觉 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肌肉 倒立冥想 让健身房消耗精力 但性念头总是突如其来痛苦至极 她担心自己是个 求欣若渴的怪胎 四座求疑 答案却总是令她失望 本以为就只能默默忍受 难以起始的怪病 直到2014年 她认识了史都华 多年的无解深渊 终于开始有了转机 两人交往陷入热恋 在男友陪伴下 阿曼达开始积极求医 尽管这难以理解的罕见疾病 目前无药可医 纠缠阿曼达18年的欲网黑洞 至少有男友在真情相伴下 共同面对